Alan Tink的问题 他想问Amazon跌了这么多 可不可以捞底 问Amazon的AWS和广告业务下半年 会不会可以支撑到业绩有改善 我们就是说在MegaCap的股份里面 Amazon就相对来说是上升的空间是比较有限 我们就是说在最主要核心的原因是有两点 第一就是说在电商里面 我们看到成本仍然是相对比较沉重 在一个所谓高空脏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是运输 因为电商涉合了运输 或者是人力的成本 因为在美国那边人工的升幅来说 相对来说一直是高于市场的平均率 变成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电商的盈利很明显是今次全年高基数的情况之下 仍然会受压 当然我们都会承认AWS 如果我们尝试的发展里面 其实来说都是相当之 就是我前景来说都是相当之优秀和良厉 但是问题就是说在短期里面 今年都要受制于全年成本公企的问题 再加上其实Amazon看看你用什么估值的方法去计算 如果你是纯粹硬是用PE的话 它的确是会相对其他 加上的同量的股份 比如说是Apple或者Google 真心来说是相对会贵一阵的 当然了如果你硬是用EV除Evita的计算的话 那个估值相对是比较正常一点这个 但是老实说一句 这个如果你是将Google或者Apple 用Evita 砍回这个Amazon的Ev除Evita的做法 其实来说人家也是比Amazon便宜一段 再加上Amazon其实已经由低远反弹了 可以量值多了这个 我自己都很强力地主张 在一个美股就收水 榜股放水的情况之下 那美股的比例实力那个本质 是从10个道路是相对来说比较艰难 真心来说是要给一个中等维度的时间给它养伤的 并不是就是说你买一个股票 我希望下五个小时就赢了 以前十年美国牛市的时候 你这样想法就似乎都是变成对的 我买回来我翌日就赢了 但是这种养坏的心态 其实是真心来说现在是很困难的 就是要改的了 那变成了整体Amazon那边 我觉得反弹相对比较弱 还有提醒的重点就是说 如果美国的股市会受到通胀 和加息影响所困扰的话 它注定了就是说股份 是近时应该走到直浪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升到那样 它注定是有回调的 就好像我们港股前两个月 逢低的打下来逢低的打下来 这个你见到港股刚刚改善了现象 但是可惜美国就应该会 承接香港之前这么不好的行为 就是凡是升完一定跌 凡是升完一定跌 那美股是很大机会会有空的 所以就是说近期Amazon 都说了很多次打了20多个% 你这个价位再强行追 我觉得短期赢不到钱的机会就很高的 放出Soft 1 2 2 1 感谢观看